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接續來看Moving Average的部分 那什麼是Moving Average呢? 我們之前有提到的是 Auto Regression 也就是ARP的這種模型 那Moving Average的意思就會是 我現在一個Time Series Y 這個Process是怎麼出來的呢? 我並不去在乎它有沒有Leg Term 也就是說我不是用它的前一期 用這種Iteration的方式 Recursive的方式去把Y的Process給描述出來 而是去講到說 我們的這個Y就是由各期的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Epson T 這個Epson T-1 這個Epson T-2 由各期的這個誤差項 經由某些係數所組出來的 這樣可以繼續寫下去 那實際上呢 我們在之前把ARP的這個模型 拆解開來的時候 AR1的模型我們拆解開來的時候 我們也有看到說 我們的AR1模型呢 比如說我們寫成這個樣子 有一個Beta0加Beta1的YT-1 再加上一個Epson T 你會發現說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哪幾個部分呢? 我們有說過 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它的Mu 然後再加上某一個Epson T的組合 對不對? 就是把它拆成說 如果它是Stationary的話 可以把它拆成它的母體平均的部分 跟各期所受到的這個衝擊的組合 或者說外生能干擾的總合 所以實際上你會發現 AR model跟MA model 其實之間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我們目前暫時還不會去講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個關係實際上也跟我們上次去提到 AR model的Stationarity YT怎麼定義有關 那我們先直接來看 MA model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還有它是怎麼去看它的性質 比如我剛剛所說到的 我們把YT這個Process 描述成各期的Arrow Term的一個加種 那你就知道說 如果說這裡的係數好像是隨著 越久遠之前就Decay的越多 比如說這個係數絕對值就越小 那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把它聯想到 就是跟我們剛剛的AR process其實很像 對不對 就在告訴你說 現在有一個母體均數是0 然後我的YT的Process 是由各期的Arrow Term所加種起來的 越久遠以前的Arrow Term 它對我現在YT的影響就越小 這就是我們的MA model所表述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MAQ的Model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EPSON T 一直到EPSON T-Q 這Q加一個Arrow Term 那它們各自會配一個係數 加種在一起 OK 這就是我們的MA model 然後我們通常會去假設我們的 這個Arrow Term EPSON T是IID的White Noise 也就是它沒有Serial Correlation 這意思就是說 EPSON T和EPSON T-J 這個對於每個J來說 它們之間都沒有關係 也就是 這裡把它寫成Covariance的樣子 那這個會等於0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些 我們只看一個MA1Model就好了 這個MA1Model的話就是 YT會是什麼呢 EPSON T 再加上SETA1的EPSON T-J 這個SETA當然也可以是一個 任意的係數 那這個Process 它的期望值變異數 還有這個Auto Covariance Function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一起算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取期望值那就相當的簡單 是不是就是EPSON T的期望值 再加上SETA1倍的EPSON T-J 的期望值 那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的誤差項 無論是哪一期的 它們都IID一個White Noise 對不對 所以呢這是0 這也是0 那當然整個而言都是0 那再看Variance Variance也相當的好求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會知道是 EPSON T的Variance 加上 SIGMA1平方的 EPSON T-J 的Variance 然後再加上 兩倍的 ZETA1的 Covariance of EPSON T和 EPSON T-J 對不對 那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講 EPSON T是IID的White Noise 所以它們兩個 只要不是同一期 J只要不是0 對於每個J不等於0 這個東西就都是0 所以呢 這裡Covariance當然是沒有 那EPSON T的Variance 和EPSON T-J 的Variance 是一樣的 因為是Y Noise 所以都是什麼 SIGMA2 那這裡 你把它寫下來的話就會是 SIGMA2加上 SETA12的SIGMA2 那當然你把SIGMA2提出來就是 1加SETA12的SIGMA2 這就是我們YT的Variance 那AutoCovariance Function呢 我們新增一頁出來 YT和YT-1 我們把YT都展開來 因為我們YT是 MA1的Process嘛對不對 所以把它寫成 EPSON T加上 SETA1的EPSON T-1 和我們的 現在是YT-1這個Process 所以這裡看到T就帶T-1 那這裡就變T-2了對不對 所以就會是 EPSON T-1 加上SETA1的EPSON T-2 然後我們就用 Covariance運算的性質 這個東西 對它取Covariance 加上這個東西 對它取Covariance 最後再把這個東西拆開來 所以呢我們就會 這樣子 好像分配率一樣 把它分進來 分出四項 所以第一項會是什麼 Covariance的 EPSON T和 EPSON T-1 第二項呢 Covariance的 EPSON T和 EPSON T-2 外面掛一個係數是 這裡的SETA1 那就是這樣子 分出來的兩項 好第二個部分 就會是 SETA1倍的 Covariance EPSON T-1 跟 這一項 EPSON T-1 再加上 再加上 ZETA1 SQUARE的 Covariance的 EPSON T-1 跟 EPSON T-2 這樣我們就把 每一項拆開來了 拆開來之後 一樣我們剛剛想到 IID的Wide Noise 所以只要不是 同一期的 Arrow Term 這種 T-1 T-2 T-1 T-2 都會是 0 所以只剩下這一項 同一期的Arrow Term 才會有一個Variance SIGMA 對不對 所以就會是 ZETA1倍的 Variance的 EPSON T-1 那就是ZETA1倍的 SIGMA SQUARE 這就是我們的 Auto-Covariance Function 好 那可以再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 我們的這個東西 叫做 YT和YT-1 的Covariance 我們是不是把它寫作 Gamma-1 OK 那當然你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Variance of YT 我們寫成 Gamma-0 就是 差異奇數為 零奇的 Auto-Covariance Function 也就是說我們的 Gamma-J 是這樣定義的 叫做 Covariance YT 和YT-J OK 那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Gamma-J 其實它是一個偶含數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你這裡的 T-J J J如果是 2 或者是-2 那就去想 實際上意思是什麼 YT和 YT-2 跟 YT還有 YT加2 的 兩個 Auto-Covariance Function 實際上 他們應該要一樣 就是 如果你的Auto-Covariance Function 只取決於 J的話 那這兩個東西應該要一樣 OK 好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再看一個 叫做 Gamma-2 Gamma-2是誰呢 就會是 Covariance的 YT 跟 YT-2 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把它寫開來 就會是 Covariance的 Lepsom-T 加Zeta-1 Lepsom-T-1 跟 Lepsom-T-2 加Zeta-1 倍的 Lepsom-T-3 那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Covariance一樣分配 這也會是 Epsom-T和T-2 Epsom-T和T-3 Epsom-T-1 和T-2 Epsom-T-1和T-3 是不是全部都沒有同一期的 所以等一下寫開來的 Covariance全部都是 這種 跨期的 不再同一期的 所以我們都會知道 Covariance都是0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Auto-Covariance Function就會是0 然後對於 Gamma-3 Gamma-4 Gamma-5 以至於到後來 你都會發現 都會是0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的 Gamma-3 寫在這邊會不會是 T-3和T-4 對過來也一樣 不會有同一期的 那到後面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 對於 MAQ來講 對於一個 MAQ的process 我們實際上是說 它是由 Q個 Q加1個 就是從 T-Q起 一直到現在這一期 T-0起 這些Aero-10 所組出來的process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Auto-Covariance Function 到 Gamma-Q以前 然後應該說到 Gamma-Q以後 就都會是0 這是我們的一個小結論 因為 到Gamma-Q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對於 YT和 YT- 比如說 Q加1 也就是YT-Q-E 這麼長 而這麼久以前的這一期 它們兩個process之間 已經不會有 一樣的Aero-10 來overlap了 所以呢 它們兩個process 之間就不會有關係 這是我們的一個 小小的心得和補充 那就是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對於 MAQ的process來講 當你的 這裡的K 只要大於Q了 那這個YT和YT-K之間的 coference就會是0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moving average的例子 在這裡的話 我們說 我們的process YT 是 Z加上ET 然後呢 我們有 Aeroterm ET 它是IID的 YNoise 0min Variance 是Sigma E2 那我們這裡的Z 則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有0min 然後 Variance 是Sigma Z2 好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條件 是 ET每一期 它都和Z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 ET和Z的covariance 是0 對於每一期的T來講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 找出YT的min和Variance 那我們來 一起來算一下 那很簡單的是 我們把YT的exploitation 給取出來 那就會是 Z加上ET的exploitation 那這後面應該 就可以很快速的發現 是 Z自己的期望值 加上ET的期望值 那都是0 所以是0 那Variance的YT呢 是 Variance的Z加上ET 那 當然就會有 Variance的Z加上 Variance的ET 再加上 2倍的covariance的Z和ET 可是我們剛剛說了 Z和ET uncorrelated 所以這項是0 然後再來呢 是 Variance的Z 就是SigmaZ2 加上 SigmaE2 好 那題目還問說 它們有沒有根據T來決定 發現都沒有下標T嘛 所以就是 對於每一期來講 都是一樣 跟T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問題 問說 autocovariance function 這個YT和YT加H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GammaH 那把它看成 Gamma-H 也可以一模一樣 請把它找出來 然後問是不是 covariance stationary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找這個 YT和YT加H 那 covariance function 我們把YT寫成 Z加上ET 把YT加H也寫成 Z加上E的T加H 然後就是一樣拆解 那當然 你就會看到這裡會有 covariance ZZ covariance Z的ET加H covariance Z 就是variance Z 加上 covariance Z ET加H 這裡 後面還會有 covariance的ET和Z 最後是 covariance的ET 跟ET加H 那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 Z和ET uncorrelated 所以這兩項都是0 那再來是 ET是White Noise 所以跨期的 Aeroterm也沒有相關 所以我們只剩下Sigma Z Square 好 那到這邊 我們稍微來複習一下 covariance Stationary 也就是這個 Weekly Weekly Stationary 的定義 有三條 第一條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YT Is Weekly Stationary If 這下面三件事情成立 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的YT 它的母體 期望值 跟YT-1 跟-2 -3 -4 都一樣 會是一個 常數 然後是 finite 那對於 Varance來講說 也是非常類似 所以我就簡單的這樣寫 Varance YT 是finite OK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三件事情要是 我們的 Provariance YT 和YT-J 這個東西 把它寫成 Gamma 就可以 意思就是說 它只是一個 J的function 它不是T的function 所以它既不dependent上T 又只dependent上J 那這三個同時成立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 YT 是Weekly Stationary 也就是 Coverance 我們稍微看一下 剛剛這個東西有符合嗎 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看起來 這個狀況是 對於 第一條和第二條來講 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 母體均數 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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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數和 母體變異數 都是一個 常數 而且都finite 它們都存在 所以都符合 那對於第三條來講 我們的 Auto Coherence Function 不取決於T 對不對 最後算出來說 跟T下標沒有關係 實際上也不取決於H 但是 這就是 只取決於H的意思對不對 因為H可以當作是 任意的來講 那這個東西都還是符合 只取決於H 所以 其實它是符合第三條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我們來看這個process YT的話 它是符合這三條 所以它是 Coverance Station 它是Weekly Station 那我們 接著往下看 等一下再看看說 這個process 還有什麼樣的特性 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問你說 現在請你看 AB 然後去show這件事情 也就是 對於YT和YT加H來講 無論是哪一期的H 無論這個間隔多長 我們的correlation 都是一個 一樣的常數 去show這件事情 那我們剛剛已經 算出來 Coverance的YT和YT加H 那 correlation的YT和YT加H 是不是就是 Coverance的YT和YT加H 再除以 Variance的YT 跟Variance的YT加H 再開根號 OK 那我們剛剛知道 Variance的YT Variance的YT加H 都是一樣的 SigmaZ2加SigmaE2 所以這裡會有 SigmaZ2加SigmaE2 然後會有一項 開根號 另外一項開根號 所以呢 其實這裡就是開根號平方 那我們就 把它約掉 不看 那分子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已經算出來 Coverance的YT和YT加H 是SigmaZ2 所以這裡就是SigmaZ2 那就跟題目要請我們show的是一樣的 那你就注意到 現在這個狀況看起來好像是 雖然我無論站在哪一期 站在2010年 站在2012年 往後看兩年好了 2012年跟2014年 這兩年當中 Y2010 Y2012 他們的相關性會和 Y2012和Y2014是一樣的 OK 所以我現在改變起點 這個間距拉長 拉的長度是一樣的話 那他們的相關性是一樣 可是我還會發現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站在Y2010 看到Y2020 居然相關性也一樣 OK 因為我現在把 雖然起點都一樣 但是我這個H 也就是我的correlation 或者是我剛剛看到這個correlance 都不取決於我們的H 既不取決於T 又不取決於H 所以呢 無論拉多長 他們的相關性都還是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去回答第四題 第四題就說 YT有沒有去符合 Asympathically uncorrelated 這個性質 這個性質實際上就是 Weekly Dependence Vekly Dependence說什麼呢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再複習一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現在 我們的 呃 我們把它講清楚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γj 我先表寫γj 好 我們這些covariance的 YT和YT間j 這個東西 它應該要Decay到0 20 你的j approach to infinity OK 這個是 Weekly Dependence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要求的其實是 現在的我和 9元 月9元以前的我 之間的關聯性 應該要隨著這個間隔的期間 越長 而趨近於0 OK 那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雖然 我們的這個process 是stationary 是covariance stationary 但是呢 我們卻會發現 因為 跨期之間的這個相關性 也不會隨著 間隔拉長 而 變小 因為它不dependent on h 對不對 所以它並不符合 我們要的 Weekly Dependence的 特性 所以這是 對於第四題的回答 所以它其實是 沒有符合 好 那我們再快速的 看到 下一個例子 下一個例子的話 現在 我們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是說 有一個process xt 它是 再寫一次好了 是et 加上1分之1的et-1 再加上1分之1的et-2 這樣子所產生出來的 然後 我們一樣要去找它的exploitation 還有variance 看看它是不是 底片長t 所以對於第一題來講 我們把xt取期望值 那當然就會是 這裡我們還是先把et造型 et是 也是 iid 然後 0min 然後variance是e 這樣子 ok 好 所以xt的期望值當然就會是 et的期望值加2分之1 et-1的期望值 再加2分之1的et-2的期望值 好 這個我應該不用多寫 就是0 好 那variance呢 那因為 這裡我們已經看過很多遍了 iid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不去寫covariance 這裡就直接寫variance的t 加上1分之1的varian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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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1和et-2和et的variance都是1 所以加1分之1乘以1 再加1分之1乘以1 所以是1加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3 好 那 所以 他們都不取決於t對不對 都只是一個常數而已 OK 那 第二題 第二題問說 correlation xt和xt加1 會不會是2分之1 還有correlation的xt和xt加2 是3分之1 請你秀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先去找 covariance的xt和xt加1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process給寫開來 covariance的xt是 et加2分之1的et-1 再加1分之1的et-2 然後xt加1呢 就是t加1 加上1分之1的et 再加1分之1的et-1 OK 那根據我們剛剛在moving average的小技巧 我們也知道說 只有overlap的這些aerotimes 我們才把它納進考量對不對 所以現在看到et 往下配 配到t加1 不要管它 配到et 那這項要留下來 所以會有什麼 會有 我們把2分之1提出來 然後一樣先繼續寫covariance的形式 會有et-et 好 這項配完了 這項配完了 那再看這項呢 不用去理它 因為不是同期的 那t-1呢 配t加1 不用管 t-1配t 不用管 t-1配t-1 這項要看 所以會是4分之1倍的covariance的et-1跟et-1 好 對不起 這裡是負的 因為這是2分之1 這是2分之1 所以相乘是4分之1 再來看t-2呢 t-2跟誰都沒有overlap對不對 所以都不用理它 所以我們的covariancext和xt加1 所以是2分之1-1的varanceet-1 1-4分之1 et-1的varance也是1 所以是2分之1-4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4分之3-3 OK OK 我看一下 對 4分之3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算correlation的xt和xt加1 就會是covariance的xt和xt加1 在開根號 對不對 所以這分子是4分之3 那分母呢 xt和xt加1的varance是一樣的 都是2分之3 所以呢 底下當然就是2分之3乘2分之3 在開根號 所以還是2分之3 那就是4分之3乘3分之2 所以是2分之1-1 OK 好 所以我們就秀出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一樣畫葫蘆去秀第二件事情 現在要看是xt和xt加2 所以covariance的xt和xt加2 那我們一樣把它寫開來 你就會看到xt是et加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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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是T跟這些都沒有關係之二 跟這一項有關係 所以這個留下來就會是1 2分之1的Variance et 再來呢 T-1跟它們都沒有關係 T-2跟它們也都沒有關係 所以後面這幾項都沒有 那就剩下1 2分之1 因為Variance et是1 那Correlation的XT和XT加2 就會是1 2分之1 那下面除了分母實際上是一樣 都是2分之3對不對 所以就是1 2分之1乘2分之2 那就是1 3分之1 好確認一下答案沒錯 這就是第二題的部分 那再來看第三題呢 它說對於T加H 當H大於2的這個Correlation function 會是多少呢 那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你這裡是T加3 T加4 也就是都比2大的情況之下 後面這裡就會是3 2 1 加1 接下來它們就不會Overlay 跟我們剛剛在看 MA的Auto covariance function是一樣的 所以呢 對於那一些T加H 這個H大於2的情況來講的話 Provariance都會是0 那這些分子都是0 那correlation也都是0 所以對於三題來講的話 這些correlation在H大於2的情況下都是0 那他就問說 那XT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 A syntactically uncorrelated process 那其實跟剛剛問的 是不是weekly dependence 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就會發現說 隨著我們的H越大 也就是他們兩個相隔的奇數越遠 也確實有看到 什麼事情 是我的correlation 我們不要講correlation 講correlation correlation correlation確實是有decay到0 隨著H大於2之後呢 correlation XT和XT加H就會跑到0 那我們並沒有要求說 一定要間隔越大的奇數 就一定要比間隔越小的奇數 correlation來得小 我們並沒有要求這件事情 我們只要求說 當H跑到無窮大的時候 correlation要decay到0 我們就要求這件事情 因為你會看到說 這個是 correlation t和t加2的是1分之1 那這裡呢 correlationt和t加1的avariance 是4分之3 它其實是可以震盪的 但是只要震盪的 隨著這個奇數隔得越久 就越靠近0 這才是我們要求的事情 所以它有符合我們要的 所謂的weekly dependence的定義 好 最後那我們來看 your walker equation 那your walker equation在指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是在指我們的 γk這個function 怎麼去一系列的把它 從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把它解出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來稍微想一下 γk的定義 這邊寫錯了 實際上它是covariance的yt 和yt-k的這個covariance 然後現在我們就以AR2 來當作例子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想要去算的是 γ0,γ1和γ2 那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by definition γ0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要先寫一件事情 是說 我們的epson t 它的y noise的結構 我們把sigma2當作是它的variance 那γ0 by definition 是covariance的yt 和yt-0 那當然還是yt自己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variance的yt 那稍微有點無聊 就是先這樣寫下來 那還是 但我們可以做一個拆解 這拆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想 就是呢 我把一個yt 拆成β0加β1的yt-1 再加β2的yt-2 再加epson t 然後把這個yt-0給留下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 yt跟yt-1配 其實我們就可以 把它寫成 這個β0和yt 我就不寫了 就是β1倍的covarianceyt-1 跟yt 再加上β2倍的covariance的yt-2 跟yt 最後再加上什麼 covariance的epson t 跟yt 我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對γF的定義 這應該就是γ1 那這個是γ2 所以我們可以再改寫 這是β1倍的γ1 再加β2倍的γ2 那後面這裡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把yt拆成這個樣子 這裡面會有epson t 所以這時候epson t和epson t之間有關係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這裡 至少有一項會是sigma2 也就是epson t的這個variance 那我們接下來要繼續看 yt-1和yt-1 可不可以繼續拆出來 跟epson t有關的東西 那yt-1你拆出來的話 最後後面的aerotone會是誰 epson t-1 epson t-1和epson t之間就沒有關係 因為epson t 是這個white noise 是serial uncorrelated 那當然yt-2這邊你繼續拆 會有yt-3 yt-4和epson t-2 那當然後面的yt-3 yt-4對應到的 epson t-3 epson t-4 就 你都知道它都跟epson t 不是同一起的 所以他們後面的coference 就沒有關係 但是在這裡 yt的部分還是有epson t 所以你就知道會留下一個variance的epson t 也就是sigma2 我們把它寫成sigma2 這是你的γ0的求法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要求γ0的話 我除了上次我們去把yt做拆解 然後去算這些aerotone的variance 怎麼加在一起之外呢 我可以藉由先算出γ1和γ2 那你可能問說 這不是本末導致嗎 就是要先算γ1 因為我知道其實後面是 我要算γ1、γ2 好像還要反過來用這個γ0 那沒關係 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現在γ1呢 by definition 是covariance的yt跟yt-1 那一樣 我們再把它寫成 第一項把它拆開來 變成 β0加β1的yt-1 加上β2的yt-2 那這裡是yt-1 這樣子 好 太鼻子 嗯 ⋯ 但是 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